这是一起真相炸裂到令警方都会汗毛直立的案子 一个女孩深夜熟睡时突然被人一刀割断了脖子 可女孩的第一反应不是就此等死 她立刻捂住脖子抢过来匕首尝试开始反击 凶手被如此刁悍的一幕直接给吓得跑了出去 但很快女孩还是因为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 然而当警方赶到现场后 发现女孩并非是唯一的受害者 客厅的地板上不但躺着她身中束刀 而且脸部被砸的父亲 甚至二楼她熟睡的母亲也表情猙獰地死在了床上 法医小夏看着眼前的女死者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她的尸体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伤痕 可她的下方却被尿液浸透了一大片 尸检经验丰富的小夏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死者 疑惑间她在床头柜上发现一瓶安眠药 除此之外床边的角落还有个透明的袋子 敏感的小夏看着手中袋子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楼下的上堆在女孩父亲的尸体旁边 发现一道直通书房的明显脱痕 结合一旁带有血迹的高尔夫球杆 她疑惑凶手既然在书房捅死了这名男性死者 那又为何还要将其拖出来再用球杆暴打一顿呢 为了不放过任何线索 警方对别墅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可除了一些搏斗的痕迹外并无其他发现 而整个案子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被割喉后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孩 一声称女孩脖子上的伤口虽然很深 但幸运的是没有伤到动脉 等镇定计失效后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 上队看着病床上的受害者 她期待能通过这个幸存的女孩找出这起面门惨案的真相 小夏这边将两具尸体都带到了警局的解剖室 她先是对女孩父亲身上的刀伤进行了检查 确认凶手作案的凶器应该是一把长约15到20公分的笔手 除了死者头部被击打的钝气伤以外 随着事般的渐渐形成 男死者的脖子上竟然慢慢显出一道清晰的勒痕 小夏看着这具尸体有些搞不懂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 才会让凶手使用三种方式来确认死者死亡呢 技术科为了验证小夏对那个袋子的猜测 他们将整个密封袋从中间裁开 然后直接用干损均匀地刷在了上面 接着拿来灯光一照 果然 这个袋子就是闷死死者的凶器 可死者身下的尿液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一大早 上队带着警员们再次来到案发的别墅区 他们认为昨晚那么大的动静应该会有目击者 然而让上队没有想到的是 住在案发别墅对面的男人却对这起面门惨案毫不惋惜 在男人的邀请下 上队穿过走廊进入了他的别墅 从他口中得知 遇害的那个男人名叫陈兴海 之前是和他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 不过后来闹崩了就互不来往了 而陈兴海的女儿名叫陈润 这个女孩其实是他们的养女 平时看着挺好的 但私下听说她好像有什么精神疾病 上队听后询问她昨晚凌晨是否有听到什么动静 男人称自己平时睡得比较死 再加上这片别墅区装的都是三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直到昨晚听到警车的响声才出来看了一眼 上队看着眼前的男人总感觉此人城府很深的样子 随后 他再次回到案发的别墅勘察了周围的环境 让他意外的是 这么大一户人家竟然没有装监控 警方之前并未在死者大门发现撬锁的痕迹 这就说明凶手是通过其他方式进入的屋内 上队带着疑惑来到二楼的露台 他发现有一扇玻璃门可以轻松从外边打开 然而更巧合的是 他竟然在玻璃门下面找到一颗月季花的花苞 这让他想起对面死者的那个合伙人 他记得这个男人的家里就种的很多月季花 但无奈月季花又很普遍 所以这点很难作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在上队准备离开时 来到车库的他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被害者家里有两辆车 可车库里却只有一辆 他随手拉了一下车子的门把手 结果发现这辆车竟然没有上锁 而且更可疑的是 车子的后背相近有一滩人为干涸的呕吐 回到警局 众人对调查的线索进行了汇总 横检科在别墅的院子里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 而上面的血迹分别来自女孩陈蕊和他的养护 上队起初以为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件 可他在调查时发现这把匕首来自被害者家的厨房 而且陈兴海手上的金表也未被驱走 所以他推测凶手行凶的目的应该只是寻仇 此外 警方还在击打死者的球杆上发现一组不属于三名被害者的指纹 这点让上队很意外 因为假如这组指纹是凶手留下的 那为何匕首和塑料袋上没有发现嫌疑员的指纹呢 小夏这边对女孩养母的血液进行了检测 报告显示里面安眠药的浓度很高 根据他以往的病例来看 他的养母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而至于床上的那一滩尿液 小夏推测死者之所以会失禁 应该是因为他的口鼻被凶手突然闷住导致身体苏醒 但那时他的大脑仍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处于沉睡状态 这种情况下是身体本能求救引起的失禁 而且小夏还认为凶手应该和被害者一家很熟悉 因为此人不但知道女孩母亲吃安眠药的习惯 甚至他所有行凶的凶器也都是来自被害者的家里 小夏话音刚落 上队立刻想到了那个住在死者家对面的合伙人 现在想起来 单单凭借他脸上的伤就很可疑 果然 当警员小千调查死者的财产情况后 发现陈兴海一直欠他的合伙人高德龙两千多万没有还 而且二人还曾多次因此事打了官司 随后上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拿着两颗月季花的花苞找到了技术科的小顾 并询问是否可以确认它们是来自同一株月季上面 因为其中一颗 正是他从死者的合伙人高德龙家里摘下来的 小顾听后告诉上队 只要这些花的周围没有其他品种的花干扰 那么在没有花粉交叉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测出来 小凯这边根据车牌在二手市场找到了陈兴海的另一辆车子 从这里的老板口中得知 之前陈兴海因为生意周转从他这里借了很多钱 三天前还钱的期限到 陈兴海便把这辆车递给了他 而且对方还希望能再借一点 说什么要为他国外回来的女儿看病 另一边的上队听说陈兴醒了过来 他立刻带着小夏来到了医院 并尝试询问女孩是否有看清行凶者的长相 女孩有些恐惧地告诉他们 昨晚凶手割了他的脖子后 很快就被他自救的行动给吓跑 虽然当时那个黑衣人蒙着脸 但他能从身高判断对方一定是个男性 而且凶手为了阻止他追出去还刻意打翻了走廊的花皮 女孩越说越激动 突然他开始变得喘不过气来 上队见状立刻喊来了医生过来帮忙 回到警局后 小布这边对两颗花苞对比的结果出来 报告显示两者确实来自同一株月季花上 而这就说明合伙人高德龙曾去过死者家 得到线索警方立刻将此人带到了审讯室 可面对证据 被拆穿的高德龙并没有慌张 他称自己原本和陈兴海是很好的朋友 两年前他们的生意做得还不错 于是便把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一起送到了国外读高中 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两个孩子在国外谈起了恋爱 不过后来他们因为生意上的事情闹崩以后 两个孩子还是会在晚上偷偷见面 昨晚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被陈兴海从他们的家里赶了出来 他很清楚自己的孩子很喜欢他的女儿 可无奈陈兴海说话很难听 本来他就不喜欢他那个有精神病的女儿 如今他竟然还看不上自己的儿子 于是二人便在楼下争吵了一番 而他脸上的伤也是那个时候造成的 至于那个花苞 他猜测应该是他儿子之前去的时候留下的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昨晚争吵过后他儿子就再也没有去过陈兴海的家里 所以高德龙认为这起案子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验证他的口供 警方立刻将他的儿子高一彤带到了警局 面对询问 高一彤好像丝毫不担心自己 反而一直在询问陈蕊的伤势怎么样 而且他在得知陈蕊的父母遇害后 首先想到的不是惋惜 而是开心终于没有人反对他和陈蕊在一起了 小凯质问他昨晚是怎么进入的陈蕊的家里 男孩很轻松地称和以前一样 他每次去都是通过楼梯直接到二楼的阳台 因为他知道那边有个门可以直接进入陈蕊的卧室 不过昨晚他在被陈兴海赶出来后就回家睡觉了 尚对二人感觉这个男孩很可疑 因为从他难以压制的喜悦来看 他似乎很希望陈蕊的养父母死掉 察觉到此人的嫌疑 小凯立刻带人对他的家里展开了搜查 如果能在他的卧室找到一点血迹 那就可以直接证明这个高一彤就是凶手 但无奈一番检查下来并没有任何发现 然而就在警方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时 技术科小顾这边将高一彤的指纹 与高尔夫球杆上的那组无名指纹进行了对比 结果竟显示完全相符 得到证据警方直接将此人带到了审讯室 本以为证据确凿对方已经无法狡辩 但没想到高一彤却称 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他趁着陈蕊的父母不在家过去找他 结果对方却莫名其妙地向自己炫耀了陈兴海的球杆 据他所知 平时陈蕊也没有打高尔夫的习惯 而他的指纹也是那个时候印在上面 为了验证男孩的口供 上队二人立刻再次来到医院找到了幸存者陈蕊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陈蕊口中 高一彤却是一个黏着他不放的狗皮膏药 而且坚称那根高尔夫球杆对他养父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是肯定不会拿给高一彤看的 面对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口供 小夏感觉这个女孩好像对养父母的死 并没有太多遗憾 察觉到异常的他直接查看了陈蕊的双脚 然后让他分别模仿行走和奔跑的样子 一旁的上队虽然不清楚小夏这么做的目的 但他还是配合着将陈蕊的足迹拍了下来 回到警局 小夏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大家 他仔细翻看了陈蕊之前的口供 当时他称自己是追着慌乱的凶手跑出屋子 而且凶手还是在他前面打翻了花瓶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按理说紧跟其后的他踩到玻璃碎片的可能性很大 但事实却是陈蕊的脚底没有任何伤口 除此之外小夏还有一个疑点 他在医院分别采取了陈蕊行走和奔跑的布局 然后将他们和现场的那些鞋脚印进行了比对 结果发现当时陈蕊是慢悠悠地走出了别墅 而不是在荒万下跑了出去 仅仅从这两点来看 陈蕊之前提供的口供一定有问题 一旁很简的小凯听后也补充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如果按照陈蕊的说法 他是在熟睡时被割伤的 那血迹的分布应该在床头呈建设状才对 可他在现场勘察时 只在床尾的边上发现一滩低落性血迹 从这点来看他的口供同样有问题 众人听后猜测会不会是陈蕊联和高一同杀死了自己的养父母呢 而就在这时 警员小倩拿出了陈蕊昨晚的通话记录 上面显示在案发当晚有个陌生号码 分别在11点和11点半与陈蕊有过通话 而且每次通话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 除此之外 这个号码在近两个月还一直频繁与陈蕊有着联系 因此小倩怀疑这个号码的主人才是陈蕊的通话 随后 小倩很快查到了这个号码主人的真实身份 资料显示此人名叫刘小芝 巧合的他和陈蕊是同一家心理机构的病名 将其带到警局后 小凯直接质问他与陈蕊是什么关系 而面对警方的审问 刘小芝似乎有些作贼心虚的感觉 支支吾吾地称他和陈蕊只是普通的病友 上队一眼看穿决定对其展开调查 他让小凯等人去检查了他的家里 果然在此人衣柜的外套上发现一些血迹 上队这边又吩咐小顾将刘小芝的DNA进行了对比 报告也显示死者车里的呕吐物证实来自此人 面对证据 刘小芝不得已交代了真相 他本以为自己的精神就很不正常 直到他认识了陈蕊 才知道这个表面阳光的女孩内心有多恨他的父母 刘小芝称其实在他进入别墅之前 陈蕊早就将他的养母给捂死 那晚是他将自己藏到后备箱带到了家里 当时因为他在里面太闷还导致他脱了 接着二人趁着给他养父送水的机会 直接从后面控制住并合力将他给捅死 后来觉得不解气 又拖到客厅砸了一顿 事后为了脱罪 他们按照计划来到陈蕊的卧室 起初他还不敢下手 是陈蕊主动割伤了自己的脖子 见得陈蕊一听刘小芝已经认罪 他反过来称自己只是受害者 表示这一切都是刘小芝在诬陷他 而且他很爱自己的父母是不会对他们下手 可接着警方就拿出了他和刘小芝的聊天记录 他在上面不止一次提出想要杀死自己的养父母 而他如此极端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他的养父母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将他送到了国外 然后又在他习惯那里的生活后又把他拽了回来 最主要的是 他们竟然强制将他送到了心理治疗中心 他早就受够了这对夫妇 所以就算搭上自己也要杀掉他们 可小夏已经查看了他的心理报告 确定这一切都源自他内心的扭曲 以及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